Hello,大家好,我是八哥,现在我在泰国,曼谷,今天我身上带的那个泰珠花完了,这会天气很热,我很渴,我准备到泰国这边超市,然后买项饮料,买项水,我看看微信字幕在泰国能不能用,看微信字幕在泰国的话,能不能消费,我现在准备去超市买东西了,太热了,我刚走路,走路,满头大汗。 嗯,中国的话泰国这边还是挺热的,嗯,然后再体验一下看看,嗯,要不要人民币,如果不要人民币的话,我就看,嗯,用微信字幕,好,现在出发,准备去泰国超市,去买份银料,前面这边有一家711遍地建,我现在去这个711遍地建,然后买份银料,看看711建,能不能, 好,现在我准备进店了啊,这是泰国的711遍地建,好多外国游客,太多外国游客了,啊,外国游客很多,非常多,现在我在这里,买一瓶水,买一瓶饮料,啊, 随便买,随便买一瓶吧,随便,随便,随便拿一瓶饮料,随便拿个可乐上了, 现在我拿一瓶饮料,现在我拿一瓶饮料,现在给他微信字号, 好,可以,微信字号可以用,大家看一下,在这里,买了一瓶可乐,四块,大家看一下, 大家看,买了这瓶550毫升的可乐,是四块,四块钱,还是,也不算太贵啊,不算太贵,国内的话,现在500毫升的话,是三块钱,这个550毫升,多的五十毫升,四块,我觉得也不算太贵,还行, 泰国这边超市的物价,我刚看一下,跟国内的话,基本上是差不多的,差别非常大, 前期很热,我感觉比国内贵的话,可能也就贵一点点,贵不了太多,基本上所有的饮料,也是三四块钱,四五块钱,五六块钱, 吃饭的话是十几块,但是泰国这边的话,饭的分量很少,它只有国内的二分之一,或者三分之一,同样的价钱,比如说是十五块钱一份饭,或者是十二块钱一份饭, 但是泰国的量,有的地方是国内的一半,二分之一,有的地方是三分之一,反正饭的很少,正常一个成年, 男人,根本不够吃,根本吃不饱,还比是男的呢,女人都吃都吃不饱,泰国这边的话,这个饭量,我觉得比老婆还要少,比越南是少得多, 女生越南的饭饭量少,它比越南吃什么还少,比老婆也少, 刚刚超市它不要人民币,然后我就给它微信资付的,今天天气还是挺热的, 现在我准备找个地方去吃饭, 好,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,谢谢大家观看,现在我准备去吃饭了,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